各位好 今天是8月27号 2021年 那 今天的旁晚我听到了一首歌 就是这个 邱逸农 那我听了这首歌呢就决定 今天做这个视频 做这个视频 交代一些 古代咏春泉的 这个技术上的 内容 我 本人不喜欢江湖 也不喜欢武林 因为太多的 是是非非 明明立立 我喜欢做学问 我喜欢学习 那 目前 永春已经好像是秋天了 所以我 傍晚的时候听了那首歌 就 有一些感触 如果这些东西在不和大家说 下一代 怎么样延续下去 我不知道 所以 我就直说了 目前 所谓的永春泉 大多都是靠电影学来的 事实上现在的永春泉 我们讲基本的生法 就是已经是 很大很大的问题 近60年来 这个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大家 大家一样画葫芦 而这个东西呢 我在美国可以说 在东方 很难说 因为 价值观不同 社会架架构 不同 那 我在美国可以说是因为我们针对 技术来说 不针对任何人 不针对名或利 因为技术上的东西 如果 丢了 失去了 那就永远没有了 人 一带一带 走得相当快 我在 我在开始 学永春泉的时候 想一想当时 现在我也六十几岁 混了 四十五十年 所以这时间过得很快 那 我们要知道 到今天的永春泉 事实上问题是相当大的 那个小念头 简直是 已经是废的 那 另外是好像 上 一个月 我还写了一个文章说 广东 省那个 武术 学会出了一个新的小念头 这个 这个这个套路 那也是在这个害永春泉 因为 世纪的人不懂 什么是永春泉 不懂 所以今天搞得 一塌糊涂 那这个话 如果不再说 不知道留到几次说了 人生 活到七十岁有几个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说 和 那些真的想 研究永春泉的来说 不是 什么留 什么戏 什么门派 而以 中国文化 不应该说中国 中华文化 因为中国和中华现在已经不同了 中华文化 的这个角度来说 要练小练头 你站在那边 所谓的二字全羊马 这个二字全羊马 现在站成这样子 那是错的 二字全羊马是要 调动这个全身的这个 这个羊面 这个三羊经 经 就是这个肌肉 就是 人家这个可以挤重 的时候 或者是在跳的时候 全身力的那个 三羊鸡 那个经 所以这个东西 错的 正确的是 差不多这样子 就好像那个可以挤重 看那些 Olympic可以挤挤重那个 是要用那个力量 这样子没力的 不但没力 而且会伤这个 膝盖 你看那个挤重的人 这个跳的人 可不可能 就像那样子 所以这个第1个 大错误 这个 不改的话 你下盘 完蛋 第2个问题 这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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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阴阳 这个阴也叫做柔 这个阳 也叫做刚 所以 古代的永春全体 他说 两手全体分阴阳 就是说 你在这个 用这个手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阴和阳 这个 刚和柔 他的配合 那全觉不是说 刚柔并用吗 刚柔并用 如果这个 好像现在 大家说这个三拜佛 有什么内功之类的 把手弄的这样子 他念三拜佛 把这个手 放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又不动 轴之类的 那完蛋 你一旦这样子 你的阴面 柔面 没了 你是光泡 这个阳面 去顶 所以你没办法做到那个弹性的 你要有弹性 你一定要这个 刚柔并用的 不是这样子推出去的 而是刚柔并用的 所以这整个东西 不是这样子 一旦 发现有这个歪气 无论是做这个 或是做这个 或做这个 一旦有歪气 你知道完了 用阳面 那不行的 所以真的的是这么回事 这个手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手 往这个出去的时候 他有弹性的 所以之所以说 他刚柔并用 他有弹性 不是死 硬硬在那边的 相同的 标子手 标子手不是 紧张的 这样插出去 标出去 用尽力 那不是这么回事的 那个也一样 已经失去了这个阴 和失去了这个柔 正确的标子 是 阴阳并用 推出去是三阴 推出去的 这样子推出去的 所以他是刚柔并用 所以你说 你人权 你人权 这个不是你人权 这个叫机械人权 少林是18同仁啊 搞到这么回事 那这个东西也是 机械人权 你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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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像你人 有那个柔 有那个柔 有那个韧性 这样子 这样子才可以快 才可以应用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静力 转换 才可以 快快速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说一直 大家在这个地方 这个 大家抄来抄去 千篇毅力 又这个 肘要放这里 又这个 完蛋了 搞到最后 练完 变成木人 而不是 这个腿下面 这个整个背肌 有那个弹性 而这个整个 可以 有那个 韧性的 抖 弹抖 所以这个 脚 和这个 这个脚 和这个手 你去看现在的小念头 可以看吗 你故意在那边 憋憋憋 然后这个就 弄到好像一个架构 可能去 在事实上真实用上 用得上吗 那根本就是不合人体 科学 第三个 这个身 这个身很重要 这个身体 它是一个 转动的 所以它说 玄回自然 润 顺脉气 玄回自然 顺脉气 脉就是这个三阴三阳 你要顺着这个 气就是呼吸 那 这一阶 这一阶 这个上面和下面的阶 是一个转 一个旋 一个旋 这个就相当和大家在做运动的时候 练这个 做这个英文说oblick 练这个 你的肌肉 所以它是在下面 这个三阳 经 经的肌肉 和那个三阳经 上面这个三阴三阳的配合 中间 这个旋转 整个 还有一个东西 它不是说 这个全觉说 玄回自然顺 气脉吗 这个气 就是呼吸 这个气 如果真的可以 气成丹田的话 这个气成丹田的话 它身体呢 是往四方八面 脏的 不是把这个肚子弄大 也不是这样子 什么提纲 搞乱七八糟 胡说八道 它是怎么样 古代人 古代人 有带那个腰带 他要练他那个 他的 现在我们说这个 腹 那个 腹 这个腹内的肌 那个 那个压力 所以古代的人呢 那现在我们当然不必用那古代的那个 那个腰带 那大家我做了大家我只是说道理 这些东西不要去练了你知道就好了 这口气吸下去的时候 这个肚子 这个 是它脏 是 365度这样脏出去的 所以这个身体好像一个桶 古人说桶子敬桶子敬好像水桶桶 不只是说好像现在 七神丹田搞到肚子这么大 那搞 搞不对 会造成 那个 腹内的那个压力不对 医用力 你要制造小肠肾 这东西会破裂的 所以它是这个 古代的童子敬它是 整个365度的 那它这个365度 它有 几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稳定 它要动的时候 它稳定 它前身是稳定的 除了那个肌肉 的配合 这个身体这部分 老外说这个 还有它的内压 它用那个在这个 支撑 不应该说支撑 在support住这个 你的肌肌骨 不要去搞什么 脊椎发力 你神经病 那个东西 那个脊椎会完蛋的 这样子搞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腹内压 就是用那个 以稳定 所以它整个这个地方 从这里 到这个上面 它整个好像一个水桶 那加上它这个 旋转 它就 把这个 腿的力量和这个手的力量 整个配合起来了 那 古代呢 要练这个格斗的时候 这个呼吸一定是 逆呼吸 它不是用 这个 顺呼吸 顺呼吸 气承当天顺呼吸 是在你在练这个内气 那气这个能量 比如说 也可以说你练你的深呼吸呀 因为你要 因为你要大量的氧气 那个是顺的 可是一旦到它 要练这个 格斗的时候 它一定是逆呼吸 所以它这个骨盆底肌 往上推 往上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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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the diaphragm 就往下 当它吸气的时候 吸气的时候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桶 里面有压力的 用那个 它支撑着这个 脊椎 它这整个身体 下半身和上半身它是一体的 而且它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之所以 现在最近的名词 所谓的硬气功 可以 这个 排打 所以这个东西 从这个腿的这个肌肉 这个手的阴阳 这个 身体 的这个 这个这个肌肉训练和那个内压的 训练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搞好 那有什么气功 那有什么内功 那不过就是 明智而已嘛 你小恋头那有什么气功 有什么内功 现在用这个科学 运动科学去看 都会知道说这个是问题 何况 几十年前的老师傅 真的是 武术家 一看就知道你的 这个身工 行不行 你这个身工不行的话 怎么样去快速 怎么样去这个连环 怎么样去 靠近身体 怎么样去应用这个 比如说这个这个肩膀 入身 贴他 然后就整个去 所以现在搞到 站一个三角形 然后又说用这个 这个什么 脊髓的力 提纲 然后呢 这个手 搞得好像那个 木人 机器人 这样子 这是永春权吗 不是女人权吗 女人权是不是要很 可以谈抖 很快速的 而且这个身体这个很稳定的 而不是死的 所以 现在有这个问题 我请问大家 我应不应该讲这个事情 那当然讲了很多人会骂我 可是我应不应该讲 秋天的冬天就马上要到了 不再做好防备 防患 不再把很多东西修补 那就没了 所以我在 美国 我出了这个书 我把那个 经脉的东西和全觉 统统把它翻译了 这是技术 这不搞门派 不搞谁天下无敌之类的 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这个 练到 那还有什么功夫 你去看我们男权里面 你去看我们男权里面 很多 有这个 印内功的 你看他们的手支 在男权里面 在男权里面 也有 他们 谈斗的 你看他们的这个 这个身法 那绝对是 不可能在那个 当那个机器人 去练出来的 所以 这个就是 秋天 已经是 要快入深秋了 看起来好像这个 百花齐放 电影拍的很多 事实上 还有什么呢 几 百万的人 天天在练那个东西 练出什么 神功吗 可能吗 按照古代 按照现在的科学 行家 在技术上 一看就知道 你有没有那个 冲量 你有没有那个动量 你可不会联系的 打 你的那个体内压有多少 你可以 这个撑得住这个身体的 这个稳定度多少 在高速的时候 不要让这个自己散掉去 所以今天 如果不喜欢听 我今天说的 那就当我说这个中秋 多喝两杯 就醉了 所以这个 乱说一通 如果 你有心 要研究永春全 务必 务必要把 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 搞清楚 但是 要找一个 有这个 经验的老师 那个 顺呼吸 自己逆呼吸 那些 不能自己乱搞 因为那个会伤内脏的 会内伤的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 直接说这个 我不喜欢江湖 我也不喜欢 武林 我也不想当什么大侠 而是 当你看到一个文化 一个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 一直的 不停的 在消失的时候 有一种感慨 永春是春天嘛 如果抵挡不住这个 秋天 那就 就 不会一旦有春天 不愿意 不愿意 也不愿意 不愿意 你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